就跟剛剛一樣 就是怎麼樣呢 小於1的不要出現 大於L3的也不要出現 所以要怎麼在哪邊做 特別注意喔 就是在這個輸出的時候有沒有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格子裡面 這個這是一個格子裡面 那我們就要做個判斷 判斷條件是什麼呢 判斷條件就是這邊按一個Enter 那特別注意 打一個if 這個應該跟函數是一樣的 如果什麼呢 哪個條件 後面這個條件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後面這個條件 剛剛我們不是把後面這個條件 當成什麼 當成一個 把它剪下 不過在這裡用複製的就好了 if 複製一下 Ctrl C 如果這個條件 if 空一格 特別是要空一格 貼上 如果這個結果 小於1 小於 小於1 這個是大語 小於1 或者是 所以 or or 一樣嘛 空一格 剛剛複製在貼上 這個結果有沒有 大於多少 L3 那你L3怎麼表示應該會了吧 跟剛剛一樣 Rang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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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刮鬍 雙引號 L3 雙引號 刮鬍 如果這兩個條件 空一格 特別注意哦 if 後面最後一個一定要有 xen 多一個xen t-h-e-n xen的話就是然後 中間用l 放中間 xen enter 換一行 xen 然後再請你多打一個tape tape的話就是縮牌 因為這樣會看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xen的話呢就是輸出什麼呢 輸出 輸出什麼呢 輸出 i 豆點 是 是